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我有个习惯就是天天洗头发 后来有人说天天洗头发 我们的头发就变得很糟很容易断掉 所以现在我改成两天几次 对 我也觉得是隔天洗比较好了 因为一天每天都洗的话 头发没有变好反而是比较不好 对 我还听说有一位美国作家 他说他六年洗头没有用洗髮精 他的发质就变得比较好 这个我相信 因为我本人没有像美国人那么厉害 可是我已经有八个月没有用洗髮精 完全没有 你看我头发多好看 是用一种植物是不是 对 就是用一种就是老祖先用的一种好像痘夹 然后煮起来来洗头发 好 那今天我们要上课的内容是什么呢 当然是跟洗头洗法精类似的 是有关的 对 好 那现在我们请大家看基本的内容 这是一种解释的 你来说的 你来听什么 我现在不想说 我现在帮助你 他对你一种解释的 你来听什么 我现在也想出什么 那现在我们来解释 我们来解释 每个词的内容 第一词我先解释 有词用完毕了 为什么不说 有词用完毕了 用完毕了 用完毕了 为什么不说 说为什么不说 有词用完毕了 使法经用完毕了 为什么不说 第二词 这个应该是 一个男生跟女生讲话 好像是夫妻 和男女朋友有关系 我叫男女朋友有解释 他有解释 没有解释 有词用完毕了 你有解释吗 我哪有解释吗 第三词 最后一句 一天一天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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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Goi đầu是洗法精的意思 第二个单词 Dere y Dere y Chu y 第三个 Bây giờ Bây giờ就是现在 Goi đầu Goi đầu洗头 第二个单词 Mop ngày Mop就是 y Mop就是天 有学过 那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绘画 也学会单词了 那先休息一会 等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 好 那现在我们来教大家 Bây giờ的洗法用品吧 好啊 通常我们洗 洗头发 洗头发之后 都会用那个 护发乳 对 对对对对 突然忘记了 这样的话 头发更亮丽柔软 对更顺 对 那越南语护发乳 怎么说呢 揉杀 揉杀 那比如我们要洗澡 就我们要用沐浴乳 是不是 那沐浴乳 越南话就怎么讲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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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蛇 对对对 咱们就是洗澡沐浴的 是 嗯 可是我知道 也有人喜欢用肥皂来洗澡呢 对啊 以前大部分就用肥皂啊 可是现在很多人拿肥皂来洗手 哦对对那个因为那个洗法性可能是比较方便了 可是现在我觉得是好的肥皂也不错了 特别是手工皂有人也用来洗头哦 对啊洗头洗髮洗澡洗澡洗澡洗脸都可以 嗯 好那现在我们来造句吧 哦还没哦 那我们要教大家是肥皂语文怎么说啊 沙 沙 沙 或者是南语怎么怎么说呢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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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 就是什么 肥皂一样意思嘛 对肥皂 南北语不同的用法而已啦 嗯 好那现在我们来造句吧 好 第句就是你知道最好的肥皂乳是哪种吗 哦 有点长 有点长啊 大家注意听哦 bạn có biết loại dầu xà nào tốt nhất không bạn có biết loại dầu xà nào tốt nhất không 你知道最好的肥皂乳是哪种吗 嗯 解释一下 好好 我来一个个解释 就是你知不知道吗 然后中间就是知不知道什么 然后中间就是知不知道什么 你知不知道哪一种肥皂乳是最好的 对好 再来我们来用那个舌塘 就是沐浴乳来造句 好 最好的沐浴乳是哪种 好 我们换过来就好了 好 好 那跟那个上一句是一样的 我们就换这个 舌塘 沐浴乳 就好了 好 再一句吧 这种肥皂很香 好 那大家这些那个使用品 对对对 还蛮好用的 对对对 我们要回去练习一下 好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第三次rat威圆 对 这后个再次rat威圆 我们要富兴一下 好 那请住手先来 好 第二句 住宅 住宅 后来就用了 sao không nói 使法人用安全 为什么不说 现在 在哪里有注意哦 现在 咱们 那什么 来 使法 一天不洗也不会怎么样 好 那就今天我们会话的内容 大家回去要多多练习 然后就上到这边吧 对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写email给我们 我是海燕 我是叔叔 谢谢收看 我们再见吧 拜拜 by bwd6